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很懷疑人類到底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 令到我們可以不用死可以令到我們避過劫難 如果這一次我們以為遠在天邊的事 原來是可以在我們的身體 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是可以這麼近的 可以距離我們這麼近的 可能隨時隨地都會在我們身上發生的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可以小心 可以不要有這個病 原來我發現很多人死在他的驕傲 死在他的自大 死在他的自我狂妄裏面 至古中國人有一個說法就是 只要我們有瘟疫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上山古人教我們 這件事 古籍我全本都看完了 有瘟疫的時候 上山 上山的時候 因為入秋的時候 將會有瘟疫 大病流行的時候 一定要避開不要去市集 一定要避開少一些生畜 因為生畜都有可能會傳染這些病 因為一下子家裡養的豬 羊 牛 都一次過死了 證明了這些病 在生畜裡面已經會傳染的 將所有的生畜都要放掉它 令到我們可以遠離 遠離在山上 就是一個清修 可能要一年半載 要自己乾淨 要燒香 要焚香 要鍛煉身體 我們古人教我們要練劍 要鍛煉好身體 要用一些中藥 有些中藥是非常好的 現在我們將這類中藥 已經調製了 好像有些叫陸味地王院 霍香正氣散 這些中藥都是以前曾經 在古時候 我們是用來治療這些瘟疫的病 用這些方式 將自己遠離 在這個人群裡面遠離 而在古時候也有很多經歷 就是在一個井裡面 喝同一個井水的一條村都死了 就是因為飲食上面 大家都在同一切 這個也是要避免 我亦都看了很多的地方 就是好像船 好像我們的大型的一些 譬如說老人院 好像一些醫療中心 都大型的大肆的去爆發這個病 很多人都研究 會不會是空氣的關係 有人有個理論 就是只要六呎距離 我們的口水飛沫 是不會傳播到的 如果你這樣的意思 傳播不到的話 你更加不可能 在這麼遠距離的空氣 就是要經過了你這個空氣的 這個抽風系統 然後又傳染到給你 應該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如果你這個可能都沒有的話 只有唯一一個可能性 就是飲食上面 通常一般發生有大型的傳染 傳播都是大家一起去食用 一起去吃飯 分餐 自助餐 然後大家一起去吃飯 拿飯的時候 很容易就傳播到 這個就是我的小小的推論 亦都帶了我小小的直覺 所以這個根本就不是什麼科學 只不過是大家去參考一下 無論它是怎樣傳染都好 在它傳染了之後 給你這種病 這種不舒服 其實是從一般很輕微的症狀 好像一般的感冒 流行感冒是一樣的 為什麼去到夏天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死亡率會低一點 因為人 它本身 我們中國人就叫陽氣足夠 你自己有陽氣足夠 去抵抗它的時候 你就好了 有人說吃薑也可以 其實吃薑是真的可以的 因為你薑本身 它已經是提升你的陽氣的一件事 所以你無論是吃薑也好 練氣功也好 練習太極也好 你是打功夫也好 你是跳舞也好 你是有運動的 你就會好過你是沒有運動的 將這些所有的東西 綜合在一起 再加上我們現在中國的 有很多的中醫理論 我們的中草藥 中成藥 我們的養生的方法 所以我們將死亡率 大大的減低 而美國給我看到的 和意大利 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人 只要他一有病 就是Talenor Talenor 或者是不同的西藥 那些西藥 是熟了 即刻他們就會 Jowsy 就會睡覺 即刻就會很累 將你身體的免疫力 就會降低 但他隨之將你身體的細菌 殺死了 細胞裏面的細菌 殺死了 你是無可口非 你是很快速地 將你身體 譬如好像 喉嚨裏面有細菌 它殺死 但問題是 你現在這個是病毒 這個病毒 它是因應你的抵抗力 不同你的細菌 你是殺不死它 你殺死你的細菌 令到你身體的細菌 令到你身體的細菌減弱了 令到你身體的抵抗力減弱了 你不但殺不到這些病毒 你還令到它加快速度 在裡面再爆發 在這個病毒裡面 我看到有一個很容易可以證實的一件事 就是和一般的感冒是一模一樣 你只要去到一個人流很雜的地方 裡面大量的人 都是有這個病毒的人 大量有這個病毒的感染者在裡面的時候 你感染的機率會高 你在這個地方裡面傳播的 空氣裡面傳播的病毒的數量高 感染機會高 你的病的機會高 而且容易變成重症的機會更加高 如果你是在一個空氣環境很清新 沒有什麼人的地方 你感染的機會低 你變成病患 甚至變成重症的機會也都低 這就是我們自古中國文化裡面的智慧 其實我們已經是走到 比他們西方文化先前了幾千年 而我們已經把這件事丟到一邊 下一次有機會繼續和你們深入談這件事 今天到此為止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